九尾問的問題呢 是有關於他的口罩呢 最近因為天氣下雨 他覺得都會昏中島 葉片下垂 還有改善的方法 他有查過 好像也不是現蔥 也不是一些慢枯 所以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 這如果是說 因為這個 是比較天氣 比較熱 還是怎樣 那麼有可能 咱是咱的補 應該是要回回來 在中島時 這裡會稍微煉煉 那麼這個東西大概是這樣 那麼一般來說 這就是一個很標準的 譬如說 沙灘的問題也不是 通常 比較嚴重 通常都跟沙灘有關 所以沙灘一定要先去做一個處理 就是說沙灘的部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困難度的原因 所以我們一項一項白毒 沙灘 抹白 這些東西 如果是沒有 可能就很正常 太熱 所以他條件不再過來 所以這部分就要看水粉的一個管理 譬如說 土壞盡量可以保持有一點濕濕 不是說 沙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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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去沙灘水 但是就是說 土壞要有一定的一個水粉 有一個濕濕度 大概是我們可以去看 有時候正經是太熱了 太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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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對於他當然是有這個好個 但是一般我們是很快去做到這個地方 所以可以用一些好朋友說 像這個我們之前有好朋友用過 有一個含水洋酸這個東西 一般也是有這個效果 還是說你用這個玉米酥 熱障礙 我們要用這個玉米酥 應該在熱障的 是相當的一個有條件 就是說這個效果是相當的一個好 那麼這一定要注意 他如果是已經在中島這家 他比較悶 一定要注意這個沙灘的一個風景 絕對不是說我用過沙灘以後 要多用兩次 這有時候沙灘也是一個 我們要逐世日的一個地方 為什麼我們要吃這個 抗腺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藥店 所以這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先了解一下 就是說沙灘你一樣要做 熱障礙的部分 一定要做一個處理 有味噌 玉米酥 你多少用 你可以看到很好的 這個好個得的 提供我們好朋友 先做一個了解 謝謝蜜蜜的